超級不起眼 你扛棒都沒有 你就會覺得是某個阿姨家的那個地方 所以這家水晶餃很厲害 很厲害 它餡真的炒得超香 這家餡豬欸 真的耶 我一直拿一個叉子是什麼意思 你先吃 好吃欸 我天啊 它水晶餃的皮真的是 像最Q Q到爆炸那種 好Q 而且好滑順 好順 今天真的非常的開心 因為呢 我們的 我們的微冷門地區 一直很受大家歡迎 然後我們今天來到這個地方呢 雖然是微冷門裡面的 再更冷門一點點 開始會跟我們就沒有聽過的地方 然後我也是第一次聽 可是聽完之後 做資料之後才發現 Oh my God 它竟然是吳白老師的故鄉欸 我們今天來到了 六角 有沒有看到 六角鄉 我要跟大家介紹 很厲害的水晶餃 它真的 它就是那家在民宅裡面 你知道 超級不起眼 你扛棒都沒有 你就會覺得 是某個阿姨家的那個地方 所以這家水晶餃很厲害 很厲害 它餡真的炒得超香 然後它的皮超Q的 不然我是不吃水晶餃 就是本店才知道 這裡有在做生意 要不然會以為是某個人家家 沒錯 我 它已經吃了 真的耶 它一直拿一個叉子是什麼意思 你先吃 好吃耶,我天啊 它水晶餃的皮真的是 史上最QQ到爆炸那種 好Q,而且好滑順好順 然後裡面的調味呢,口味比較重 可是它炒得很香 帶有一點點胡椒的嗆辣感 超級心情剔透了 而且包得很漂亮 全部都是阿姨手工包的 它這麼大顆肉,然後直接沖出皮 你還可以看到上面有一些黑黑胡椒的顆粒 餡料很清楚 然後它的肉圓很大 它的調味和它的份量 它是完全可以當水餃主食吃的 就不是火鍋配角 就不是火鍋配角那種感覺 超酷的耶 好吃,真的好吃 哇,還有洛神花,吃它可以喝 我喝看看 喔,這超解渴的耶 因為完全不甜 然後早上現煮的 有一點點微微的酸 很解熱又很解渴 缺點就是不夠冰 因為解缸煮好而已 這是水晶餃 我們吃完了水晶餃之後 我們下一間呢 來跟著我的步伐 走十步就到了 有沒有 來囉 這家吃超阿貴跟肉圓 那我們現在就要先來吃超阿貴啦 它跟我們一般看到的不一樣耶 一般是用蘿蔔絲 對啊,而且它裡面的料油夠滿的 欸,它也是蘿蔔絲 但它不是那種曬乾的 它是那種新鮮的耶 所以吃起來會是那種新鮮蘿蔔的那種口感 重點是它裡面那個蝦米的香氣 很重 裡面應該還有在包高麗菜齁 餡料油夠滿 就沖出來有沒有 這是我吃過最好吃的超阿貴 它口味我完全可以接受 它花生香到我一放在嘴巴裡面呢 是先聞到香氣 我還沒有咬喔 那花生的香氣先串到鼻子裡面 它的醬是偏甜一點點 但是它裡面的餡料真的很新鮮 那個脆度啊 那個口感全部都在 真的很好吃耶 然後它外面的皮好嫩 但它皮味道沒有那麼重 它主要focus是在餡料 它餡料炒得有夠香 欸這兩家隔壁的餡料都好香 好會炒餡料 那不是親戚 好難怪 我對這插櫃評價非常高 插櫃很好吃 我覺得這種皮肉 好難怪一種脆脆的味道 嗯 我接下來要吃的是 紅骨粿 而且紅骨粿呢 它裡面包這個花生 就是我們剛剛在路邊有沒有 看到地上那個花生 然後紫芸捡起來給我吃了 比它的花生 我剛剛有這種花生 一看起來就是好吃到爆表的花生 有夠香 天 它的花生的香度呢 我覺得是一般我們吃花生類的食品香度 再一倍 然後麥芽糖就是已經融化掉了 然後可能混著花生 然後整個包在裡面 所以它有那個花順度 然後又不會黏牙 然後有甜度 但是因為外面的那個皮 就是有蠻多的 所以我覺得那個甜度會被分散到 沒有想像中的這麼甜 然後它裡面還有花生顆粒 我現在舌頭伸出來 我上面都種花生 那種濃度 真的很濃很香 你還可以咬到那個砂糖那個 沒錯 咔滋咔滋的感覺 哇好爽喔 很好吃真的很好吃 這應該是找不到第二家 是做這種模式的 重點是它不會讓你覺得吃起來很乾 對 現在很多那種紅菇粿好像 沒錯 吃起來真的會太乾 然後這種幾間 這間都整顆蛋黃 然後三塊肉 我有看到結包三塊肉 48塊 喔 它肥油是直接 滑開欸 好好吃喔 哇它的鹹蛋黃好香喔 這完全不用加醬欸 它的那個鹹蛋黃是紮實的鹹蛋黃 那個香味就夠了 然後那個黑米也就香 它的肥肉軟喔 而且很快就滑開 它竟然還有一點點那種 肥肉的彈性 你是肥肉控的人 你會非常享受 然後它的花生 你知道我身為花生之香 花生一定要整顆的 粽子的調味喔 超級剛好的 就淡淡的醬 然後可是裡面很多東西都是靠餡料 你說是靠蛋黃 靠花生的香氣 阿天的三樣 我又超愛 我要待這裡不走了 直接給我上十顆肉粽 滿載而歸 人手一袋粽子 差貴 啊你怎麼買這麼多盒 我們剛好買到 因為它6月5號就截止預訂了 大家如果要來買的話 記得打電話問 我們下一間本來要吃豆花 但是豆花沒有開 然後那些豆花也是在地很老吃號的 然後豆花沒開 我們就決定轉站另外一家吃冰 對 因為子余說它這家的手工湯圓有夠好吃的 從小吃到大 真的假的 小吃到大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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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一碗冰 五種料 35元 給大家看一下 35元 鳳梨是他們自己醃的 你家的叫什麼 紅粿 紅粿是橘色的 我們通常說 它是雲林那邊做的 沒味道 就是一般那種冰冰涼涼 像洋菜凍的那種感覺 子余大推他們家的湯圓 所以他們家的湯圓都是自己手工煮的 軟軟糯糯的那種感覺 它不是整顆 它是咬下去之後會整個 開始規則在你嘴巴裡面 開始變成各種形狀 它的湯圓是有一點 你可以吃得到那個糯米的香氣 它的地瓜也很好吃 湯圓很好吃耶 那個淡淡那個甜味 就黏在湯圓的外圍 很像天生的 然後你吃進去之後 淡淡的甜味 它跟糯米香氣 然後你真的是越嚼越香 拜託來這家吃湯圓 很好吃 當年是這家吃湯圓的 每個都給它的